早安 今天是1月3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ET开始直击 今早我们有海基证券 亚洲投资策略部主管 温杰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始 比比 今个星期大事有什么支点 今天留意着腾讯股价 市场传闻 你们游戏意见稿似乎有新的发展 等着跟大家讲一讲 好 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面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2024年第一个交易日 美股是个别发展的 环球债息回升 美股三大指数都是低开的 导致低开过百点后 一度再创上市的新高 一度再创即时的新高 各位见过37,790点 收市微升25点 收报37,715点 升幅不够0.1% 纳指一度跌2% 收市跌245点 收报14,765点 跌幅1.6% 另外标指收市跌27点 收报47,42点 跌幅0.6% 纳指金龙中博指数跌3% 欧洲股市方面是个别发展的 德国股市靠勻 一起看看焦点科技股 普遍要向下 Tesla上季交付量和产量都好过市场预期 股价轻微向下 Meta跌2% 苹果急跌超过3% 巴克来说调查显示iPhone的销售皮弱 Mac、iPad和穿戴式设备的需求未见反弹 因而将苹果的评级降至减持 NVIDIA跌幅都要超过2% 2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下 网易港股上日逆市升4% ADR要比本港收市低1% 折合144.53 阿里和百度都比本港低2% 阿里折合73.03元 比亚迪上日跌2% ADR会本港收市略高 另外汇控和建行都要比本港收市低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组段跌75点 最新报33,464点 首义综合指数跌35点 跌幅要超过1% 最新报2633点 西尼普通股指数跌79点 新西南50成份股指数跌55点 最新报11,715点 跟大家跟进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方向未明确 最新跌… 不是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跌180点 恒指达16,6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和比比谈谈外围的市况 好 上一周个别发展 看到纳指有一个比较大的回套 是 今星期的焦点 我想都放在就业数据和联储局的议息会议记录上 第一季的美股 你可看能否延续去年第四季的强势 我们判断是可以的 两个原因 第一件事就是去年也好 就是最近的升市 我经常都问 你问升市可不可以延续 那你首先问了它为什么要升 那你再看看升的原因是继续有 还是没有了 消化了 我们觉得整个2023年来说 其实美股为何做得这么好呢 四个原因而已 第一 你想想在2022年的时间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债息倒挂 逆向知识曲线 2023年 美国经济一定衰退了 结果 那第三季的经济增长是4.9 原本公布是5.2 有多厉害呢 我们计算的自然增长率 其实大概1.8至2 就是说 美国的GDP的季度增长超过2% 你已经要带它去换具派斗成买礼物 结果是4.9 所以这个很厉害 第二 第三季的盈利增长 亦都比预期为好的 第三 它就有一个很好的概念 香港差一点的就是AI 第四 就是充盈这个所谓的加息元结 或者是减息 那特别是第四个原因 我想就是11月中开 应该是12月开始 再有一个炒作 哇 说下年可能 今年 说不夠 今年可能会减成4次 6次息 推到美股继续向上 短期来计 我想经济就不会太差 盈利会继续改善 AI又继续劲 减息的浪潮也是继续炒作的话 很难会有 我已经这么说 继续美股强势是正常的 但是我又这么想 其实将个减息都反映到 3月份就减息 接着一年里面会减6次 而大部分的科技股 我经常说 举个例子 NVIDIA 喂 100变500 是不是有点夸张呢 反而我们看到近这一个月 或者近这几个星期 开始有一个好的情况 就是 或者不好 就是那些大型 我们所说的科技七红 它们的升势和动力 减弱了 除了个别 比如Tesla 可能公布了一些好的东西 那就好一些了 苹果的投资评级被人下调了 那七红相对弱一些 但是升势有些扩展 去到其他中型股 所以你可以说好 又可以说不好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们的初步判断 当然不是那天天升 但是由第四季开始的升势 应该可以暂时维持住 中间偶有调整 但是调整不会太深 但要留意了 上年大家炒作的七者 进一步升幅未必太多 反而投资机会 就会在其他股份那里 那我再说全年 一次过说了 我们2024年来说 针对美股是很有趣的 叫做虾笑 这个虾笑 就由去年第四季延伸的升势 希望去到今年第一季的季尾 第二第三季会下来 第四季上去 就变成了微笑曲线 希望大家意记 看到我这些肥肥大脆 一个笑样 就是代表今年美股 就算中间有些调整也好 应该最后会有另一个声势 形成一个 黑黑笑的微笑曲线 很简单地说了短期 甚至全年美股一个大概的展望 好啊 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个微笑 我立刻实现了那个样子 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中间向下之后 其实都是升到今年年初的水平 那没有那么准确 希望高一点 希望高一点 就是会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是的 但是我会说一点 为什么第二第三季会有机会回落 第一件事就是 第二季比较关键的 究竟美国经济回落的速度 回落的势头 大家都知道会的 但是回落的速度有多快呢 大家有不同的观感 那会不会有机会 就算不衰退 第一个很温和的增长 这里有些变数的 第二 是不是就是三月和第二季减息呢 到时才知道 所以第二季变数是比较多一点 第三 假设如果好像现在这样 再升多一点上去的话 其实美股就不算便宜了 给个数据给大家 如果大家记得 上年我经常计算一条数 就是224或者220 乘以20 意思就是 标普500指数的每股盈利 是220美元 如果你觉得20倍的预测市盈率 是maximum以上 你就觉得是贵的话 你就将220乘以20 就得出4400 4400就是标普500指数 一个建基于我们的盈利预测 得出20倍预测市盈率之下 目标就是4400 如果4400是贵的 你就不应该4400以上买货 反过来 4400是以下的 你就买货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 其实在10月底的时间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4100多 那当然是买货 现在4700、4800 你就赚了10% 其实这是一个预测 去到2024年 现在根据高敏 他的最新预测 盈利增长也挺帅的 有237元 同样地 237元乘以20倍市盈率的话 就大概4700多 其实比上个星期五 都已经是 上个星期五的指数 是高过这个数 那就是说 我就算用未来12个月 一个比较乐观的盈利预测 去到上个星期五 都已经是超过20倍市盈率了 不是说20倍市盈率不可以升 可以22倍 还是25倍的 但是计一计数 直播率就差点了 所以我都维持原判了 指数本身 去到4700、4800 就未必升太多 但是美股就继续有很多投资潜力 所以你应该找一些 叫科技七雄以外的一些股份 可能就 那个胜算会更加吸引了 好啊 好我们看看上日恒指的走势 稍后听听 比比对今年港股的判断 又有没有那么乐观 好 恒指数2024年第一个交易日 先升后回家 结束过去三天的上升 全日跌超过200点 上日高开87点 一度重上50天线 之后就随即由升转跌 下午最多跌322点 收市跌258点 收报就是16788点 跌1.5% 国指跌95点 收报5672点 跌1.7% 科指跌49点 收报3714点 跌1.3% 大使全日成交 微升到766亿 北水连续第二天 陆德镇流入 金额有38亿5000万 主要以买入ETF为主 盈富基金 录得最多北水连流入 金额有14亿2000万 南方恒生科技股ETF有6亿4000万 中海游有5亿6000万 另外 中国移动也持续有北水连流入 昨天的金额有2亿3000万 公行有1亿3000万的北水连流出 中心再有北水连出 金额同样是为1亿1000万 美团也是北水连流出 金额减少到7000万 我们先和比比谈谈的恒指 好 稍后我们再详细谈恒信 好 昨天回吐了250点 失守了17000万 仍然站在10天线流上 这是重点 这是重点 新年假期前 其实就连续升了三天 昨天 高开之后 就立刻有一个回吐的情况 今年第一季后市的判断 会怎样看呢 会不会说 其实上年年底都跌到去 一度见过16000以下 今年第一季又能够做好一点 希望做好一点 但是不会做得太好 这么笼统说话 很简单 我首先说近一点 我想说刚才有几件事 大家值得留意 就是12月22日 就是说游戏意见稿 哇 腾讯跌很多 网易跌25% 大家觉得很大件事 但是当然我也提过 是很大件事的 但是你看看恒指 那天其实低位做过16271 最后收回16340 其实没有跌穿万六点位 之前低位 这么大件事 也没有跌穿之前低位 其实似乎万六点 是有一定的支撑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个技术 很简单的技术走势 例如用平均线来说 刚才提过第一个重点就是 这几天 其实振着十天线 是没有跌穿的 即是不是太弱了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如果大家留心的话 在严格上来说 应该是27日 十天线是升穿了一条二十天线的 就是小小小小小短期的黄金交叉 所以短期来说 其实走势是回稳了的 变相不是好像表面上那么差 是第一天 为什么可以高开 然后低收的 是不是世界每日了 我想说 在一个形态走势上 就还没有那么差 第二件事 我觉得要留意着 大概是16500点左右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如果是跌穿16500的话 即是代表着 指数重新跌穿十天和二十天线 刚才说的话 就不成立了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我们根据理工大学 这个节目我不覆述太多了 逢星期日 我都要公布数据 就是理工大学一个AI系统 这个星期又显其忌 在星期日的时间 他就公布了 他的数字是1 1就是代表 这个星期会跌超过3% 即是未来 这个星期 这个星期跌3% 但是当时来说 大家觉得不是吧 看夜期黑期 都大概是17000点 为什么这么淡的呢 这个指数 但是你看到昨天 先高开 都跌200多 跌到16700 如果你看昨天 或者今早黑期的 基本上就有16600点附近 真的跌了2.3% 所以会不会真的 这个AI系统又中呢 很简单 如果你由上个星期 收市价去计算 跌3%的话 就大概是16500多 所以我当AI系统是准备的话 真的有机会试这个位置 所以我就说 如果试到165 再穿 即不单是AI系统 所指的跌幅 亦都跌穿10通20天线 形态上就转差 这样就能小心一点 再加上一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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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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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三分手